丈夫明明拿着手机在看新闻 妻子却发现在她的包里 还有一个手机在响 她偷偷地拉开包 在内侧夹层里赫然看到一个 跟丈夫手里一模一样的手机 上面有一个备注李经理的电话 很频繁地跟丈夫在联系 她定了定神 并没有立即找丈夫对质 而是迅速将手机放回包里 转身若无其事地收拾起了茶几上的书 此时初心表面镇静 心里却乱作一团 她有一种预感 丈夫外面有人了 从此之后初心开始注意 丈夫的一举一动 暗地搜集她出轨的证据 果然丈夫的确非常异常 晚上在家时她会偷偷地打电话 轻声细语地生怕别人听到 在她的公文包里装着一个戒指 一看就是送给女人的礼物 而且初心发现 丈夫曾偷偷上过一辆女人的车 两个人在车里待了很久 种种迹象表明她的预感对了 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预感 这晚初心主动摟住丈夫 用手不断地挠她的耳朵 可就算初心钻到她的怀里 丈夫还是不解风情 以狠泪为由拒绝了她的热情 她顿时想起 白天同事对丈夫的抱怨 而丈夫跟自己已经一年多没清热了 她更加坚定了丈夫外面已经有人的判断 心事重重的初心晚上噩梦不断 被吓醒的她起床去洗手间 却又看到丈夫在书房内亮着灯 等初心推开门 丈夫吓得将手机吊到了桌子上 初心又怀疑的眼光盯着她 而丈夫却没有做任何解释 初心看着慌乱的丈夫 她决定一定要看 丈夫手机里面的秘密 等到丈夫睡着后 初心捏手捏脚地起床 从丈夫的手机里 掏出了那块一模一样的手机 然后拿着偷偷进了书房 她打开手机 一条还未来得及删除的微信信息 这让初心内心不由地害怕起来 她回想起丈夫每次让她吃药 都会给她喂进嘴里 药瓶上还没有任何标签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这个已经与自己生活了 二十多年的丈夫 让初心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 丈夫真的要对妻子下手吗 为了不让妻子发现异常 丈夫主动上前给她梳头 然后趁妻子不注意 偷偷将梳子上的头发 转成小团 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随后她给妻子拿来了两片药 贴心地给她喂到嘴里 就在丈夫递上水让她浮下去的时候 丈夫以她没有洗手为由 支开了她 等丈夫起身去洗手间的间隙 有人快速将刚才吃进嘴里的药 吐到了纸上 藏了起来 自从上次检查身体 丈夫每天都会给她吃一种药 起初她并没有什么怀疑 但自从她发现 丈夫手机里的微信聊天记录 再结合自己最近不断掉落的头发 初心严重怀疑 丈夫给她吃的药 并不是治疗自己的病情 而是一种慢性毒药 丈夫很可能在外面已经有了新欢 所以想方设法 让自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自己毒死 为了得到最有利的证据 初心趁着丈夫熟睡后 四处寻找 终于在书房最底层的柜子内 找到了丈夫藏起来的药品 一个个黑色的药瓶上面 没有任何的标签 她随手打开一瓶 确认里面就是自己吃的药 然后便迅速放了回去 第二天初心提前回家 将昨天晚上她发现的药 装进了一个塑料袋内 她找到做化学检测的朋友 让她检测一下药的成分 她要拿到有利的证据 然后让丈夫顺办名列 因为除了这个 她手里还掌握了 丈夫受贿的证据 初心生日这天 她没有做饭 只是将一个蛋糕 端到了女儿跟前 看着空荡荡的桌子 丈夫有些纳闷 一向勤快的妻子太反常了 虽然心中不满 但她并未发脾气 带上围裙 自己去厨房炒菜 这时丈夫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她被人实名举报 现在必须立刻去单位接受调查 作为食药监局的主任 这肯定不是一个小事 丈夫离开的时候 初心却故意找查 她拦着丈夫 不让她出门 丈夫推开她 率门而走 虽然丈夫没说 但初心已经知道 丈夫被调查的事情了 因为神明举报的人就是她 丈夫很快被警方带走 这就是初心想看到的结果 她看着手里的头发 轻轻一吹 所有的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 她要带着女儿开始新的生活 这时电话响了 初心托朋友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那些药是治疗一种 罕见的血液病的药 目前国内还没有 那种药特别贵 但是药效特别好 初心顿时愣住了 原来她得了极其罕见的血液病 国内没有很有效的药治疗 当时医生建议 可以用国外的药维系 但是那种药极其昂贵 丈夫没有将使劲告诉她 并将所有的事情隐瞒了下来 她利用自己药监局主任的身份 找到一个药品商 用自己的皮条换取了那种药品 来治疗初心的病 初心得知真相后 后悔不已 原来丈夫做的 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她 而她还怀疑丈夫有了外遇 甚至亲手将她送进了监狱 回想着自己那些过分的行为 初心恨自己恨到了骨头里 不仅对不起丈夫 女儿 更对不起的是婆婆 老太太刚到儿子家 儿媳就不给她好脸色 说着婆婆就朝孩子一顿臭骂 不是闲这就是闲那 老太太实在听不下去 替孙女说了两句 儿媳就埋怨婆婆 把孩子灌成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头也不回的去了卧室 婆婆尴尬的坐在沙发上 等儿子梦中到家时 母亲就要离开 梦中怎么劝都不行 看着母亲一步步 扶着楼梯盘上的离开 她的心里充满了愧疚 梦中喊着母亲 说了句慢点 虽然只有一句 但这足以给母亲的内心许多慰藉 丈夫在努力地维系 老婆与母亲的关系 她却一度认为 丈夫有了外遇 还想用药毒死自己 于是她把丈夫送进了监狱 可知道后来她才知道 丈夫为了救她 违反了组织原则 用皮条换来了那些昂贵的特效药 初心后悔不已 她带着女儿搬到了离监狱最近的村子 只希望自己可以向丈夫赎罪 世界上有一种错 知道是错的还去犯 犯错的人大多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就像梦中一样 明明知道自己会关进监狱 她还是义无反顾 用15年的自由去换取妻子的性命 而世界上还有一种错 是不知道自己犯了错 而不知者的错 是无法计算和承担的 就像初心一样 整日活在煎熬中 婆婆无疑当中 得知了儿子是被儿媳举报的 手里的混沌掉在了地上 但是她并没有责怪什么 老太太只是盼着一家人好 儿子的行妻虽然不短 但总会到妻 梦中不曾忘记 当年自己身患重疾 是妻子舍身 给了自己一个身 所以当妻子患病的时候 她无论如何 哪怕知道自己会有牢语之灾 也要给妻子换取最好的药来治疗 她虽然是一个好丈夫 好爸爸 好儿子 但却愧对了国家 或许15年的自由 足以让她记住这个教训 阿being 对 阿命 生 你 我 你要